富邦汉将先发投手林郑贤 记者黄耀史 记者徐正阳新北报道 富邦汉将今天在新装棒球场对统一师 亚运国手林郑贤获得本季第四次先发机会 总教练叶军章表示 林郑贤的球速几乎已经回来 亚运前将让他固定先发 请继续往下阅读 林郑贤今年直到5月31日才在义军登板 上半季三场先发只投10.2局吞二败 3日对Lamigo桃源被战赛投3局虽狂失11分 叶军章却不担心 因为林郑贤的均速已经回到137公里上下 叶军章指出 林郑贤去年在亚关赛对日本先发4.2局失3分 账面成绩看似不差 投球动作却已经跑掉 今年春训情形更加严重 均速降至约128公里 幸好经过半季的调整 终于重新投呼球速 叶军章表示 为协助林郑贤备战亚运 亚运前会让他固定先发 不会特别设定投球术 富邦汉将先发投手林郑贤 记者黄耀直射 好